在許煙池中間的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又有很多種信息 我們有稱它觀音娘娘喔 在台灣的謬中 我們會看到千手觀音、水月觀音 這些觀音都有很多的特色 那觀音、世音菩薩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保佑的 但是如果你想祈求財運的話呢 就不是它可以保佑的範圍了喔